听你说上班还真是不习惯 小影子也长大了 你回国内拓展市场 我到国内工作 这样我又会做回真正的小影子了 总裁 你留意贵宾去那几桌 那都是董事长特地请来的贵客 您仔细看一下 每一桌上都带着一位 与您年龄相当的女儿在座 您要是对哪个女孩有兴趣的话 董事长会立刻安排你们单独见面 好神气啊 沈哥哥 好像在选妃嘛 别乱说 怎么样 看上哪个了 都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你不要老这么挑剔嘛 总是要试着接触接触啊 我觉得那些姐姐都挺好的 一个小孩子看谁会不好 刚说人家长大了呢 又说我是小孩子了 总裁 您要是都不喜欢的话 我可以现在去跟董事长说 小影子说得对 总要接触一下 你给董事长回电的时候 我告诉他 所有的 我都要单独见一遍 这就对了嘛 就是应该这样的 大功告成 核桃煮面条 哇 这么特别啊 冯祥 你不想尝尝吗 我不想试 我已经想象到 它的味道是多么的奇怪了 这孩子吃不惯我这些特别料理 平时也只能给他做一些 普通的家常菜 茄子 冰激凌 大蒜 烤红薯 谁都能有这么黑暗的回忆啊 我宁愿吃这些家常菜 也不要吃那些黑暗料理 我保证这位一定好吃 你就吃一口 一口 不要 我不要啊 吃饱了 别无聊啊 梦想真是不得我欣赏 看来只有我来品尝了 人家常说食物的味道之间的搭配 也是有科学道理的 可是我倒是很期待你这种 不讲理的搭配 感觉好像有无限的可能性 简单地说呢 就是很有趣 若南 迄今为止 在我二十八年的生命当中 只有两个人不嫌弃我的黑暗料理 你就是其中一个 那另一个是谁啊 那可是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我告诉你 别说是同桌吃饭 这个门 我都不许她进了一步 爸 你怎么这样啊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那个人了 大概有 十五年了吧 她长得一定很好看 谁还记得清楚 十五年前只见过一面的人呢 她的样子 在我的印象当中 就像一团雾 只记得她 温和的声音 和那个笑容 初夏 你说 她算不算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的 碰然心动呢 当然不能算 说不定这个片段 只是我脑子里面这么多年的幻想而已 再说了 那个人 后来也没做过什么好事 知道了 好了 别想太多了 把我存的酒拿出来 咱们俩好好喝一杯 走 走 二鹏 你 你 知道吗 我听很多女孩都说过 她们都和你一样 在人生里都有一个永远忘不了的画面 那种感觉真让人陷了 我就从来没有那种痛人心动的感觉 我都说了 我那不是心动 你怎么会没有呢 从大学到现在 不也难过恋爱吗 我说了 可能你也不会相信 喝了一个酒 听好了 你给我没上一个 是不错 您照多少钱吗 你也不会有那种 被击中的感觉 我就是这种人 我以前谈过的男朋友呢 都是因为对我好 他们自己人品也不错 所以我才开始和他们交往 没有谁能让我像你们说的那样 神魂颠倒了 谢谢 我现在 听你们在这讲什么 爱情啊 心动啊 都觉得特别的遥远 我呢 就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愿意接受我 照顾我们的男人 我就愿意用一辈子来感激他 什么百转柔畅的爱情 全都没有过日子来的时机 那你也得先抢个男人回来啊 谢谢 怎么 梦想在家复习呢 我怕吵着他就跟热男下来了 你不是说晚上没有事吗 我提前先搬完了 搬什么呀 不 不是吧 又有份了 太好了 我就说吧 迟早有这么一天 可以给大家讲讲呗 倒酒先 对您了 真没事 来吧 来吧 庆祝分手 快乐 来来来来 好样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表扰你们 预算表都能搞错了 总监 要不我们再跟齐总他们沟通一下 你开心吗 怎么沟通 你以为齐总现在就知道这个预算有问题 是我不对 资料应该由我自己去送的 结果呢 是我送过去的 不过当时 我不知道那个文件夹里面是什么东西 当时小王让初夏到他桌上取文件 我想可能是那个时候初夏拿错的 总监不是这样的 小王 当时是你亲手拿给我的 你忘了 如果是我亲手给你的 会出现这种错误吗 梦初夏啊梦初夏 我当初的确是把你从齐总这案子掉下 让你去忙另外一个吧 可你也不能对这个案子一点也不上心啊 不是 总监 齐总他们沟通一下 尽量为公司把我们损失可以吗 怎么沟通 怎么沟通 你的意思是说 我做不到的事情 你能做到啊 不 不 不是那个意思 客户那边现在已经是死路一点了 这也是上司的意思 我们没有质疑的权利 至于损失 公司也不想为难员工 初夏 但你一定要做出经济赔偿 好像让那个梦初夏赔钱呢 这事你都知道啊 你们俩说什么 快走 小王 我知道你们两个平时关系好 要互相帮忙 可是拜托别牺牲我行吗 孟初夏 怎么一提到赔偿 你又不承认了我 李总监 我带着个儿子 学费 生活费 房贷哪样不是压力 现在的工资已经够紧张了 真的不能再扣了 钱钱钱 孟初夏 怎么你眼里就只有钱 还有没有责任 谁不爱钱 你不爱 那你替初夏赔 小王 你们俩先出去 宁飞 一个销售部的人 跑到这里来指手画脚 是不是违背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那你没有调查清楚 就随便触发员工 你就符合规章制度 不要以为你在跟我谈恋爱 就有事无苦 别忘了 你昨天趁我不在 搬出去了 还没有给我一个解释 菲菲 我还是出去 站住 话还没说完呢 再说 你在这儿听着也没什么 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不合适 我这个人呢 公司分明 孟初夏的事 你最好手下手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继续坚持原判 也不怕误伤了员工的心是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 初夏呢一直很努力 大家都看得到 可是他才能评评 又不能加班 我能把他留在今天 就已经够人之一尽的了 孟初夏 他把话都说到这边上了 你都难道不想表点沈泰吗 我 四指 太好了 我们去吃大餐 庆祝一下 走 不是说好了吃大餐吗 你怎么又凑了呀 我现在可是失业的人 一分钱都得掰成八十瓣花 你要真有这本事啊 还真不愁找不着工作 走了 我请你吃大餐去 买都买了 不是浪费啊 你也得居安思危 所以李总监以后要在公司里找你麻烦怎么办 你别忘了 上一个季度的销售冠军是谁 动了就是动老板的肩膀 他才没那么少 你跟他真的这么疯了吗 是啊 这个世界上啊 就有一些好运气的人 一开始就能碰到自己的另一半瓶 可是像咱们这样的呢 注定要兜兜转转 寻寻命 所以必须抓紧时间 一旦发现不合适 立马撤退 浪费一分钟都是班子 人不都说 两个人在一起要互相磨合 尖锈藏藏 凡是我忍不了的都是他改不掉的 你想指望一个男人因为喜欢你 改掉自己二三十年形成的习惯 还不如指望世界和平呢 比如说二鹏吧 你看他追了我那么多年 什么时候为了我变得有质感过 你呀你 满脑子就是忍忍忍 等你老死那天回首往事 才发现自己这一辈子都活在憋屈中 这就叫悲催 就是刚才吧 你是不是又打算算了忍了 快点钱 都有事也好吧 其实 我从小就特别羡慕你这些把生活固的像刀子一样 那个人对这样 我这把刀 什么时候开论呢 我看啊 还希望 沈哥哥 好奇怪啊 为什么有的人 会在马路边上吃饭呢 都是汽车 不会很难闻吗 你的世界太简单了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把五星机酒店的菜叫到我公司去吃 总裁今天下午四点的行程已经敲定了 还有不要忘了 已经约好了周总家的千金今晚要见面 看来沈哥哥要给我找嫂子了 从上午开始你就在沈市翻杂志 我之后有几个会要开你在外面等不无聊吗 反正我在国内也没有什么朋友 一个人也挺没意思的 好 这样一会儿我让詹姆斯陪你打三个 好啊 我都听沈哥哥的安排 想不到吧 小笔孩们决定逆转赢了 哎 瑶瑶 瑶瑶 哎 赶紧走啊 干嘛去啊 没跟你说吗 今天中午我请客 是啊 咱们队长今天过生日 正好就赢了球 咱得好好庆祝一下 对啊 好啊 一起去吧 孟茜茜 好啊 这位是 我叫乔佳颖 我是她妹妹 表情 没有血缘关系 乔小姐很漂亮呢 听到没有 整天说我丑 我什么时候说过 上次啊 就洛杰的派对上 你忘了吗 你那天的裙子真的 怎么了 说 你说啊 不说 乔小姐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在我爸爸的公司挂职 其实 也不怎么工作 所以 经常跟沈先生在一起 不可以吗 也没有不可以了 只是 你大哥哥要恋爱了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了 怎么不能 小影子是我十多年的妹妹 如果无法接受 那么我们之间 就一切免谈 还有我要找的是可以结婚的太太 不想谈什么女朋友 我 我不懂 很简单 作为审视的总裁 我需要一个婚姻 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 稳重和靠 但一切都仅限于婚姻 别妄想上 爱情 对 看见了 刚才小影子说的那个词 但是我连说都说不出来 那是最没用最遥远的东西 所以别问我要 我根本就没有 这些明白了 干杯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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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吃好喝好了 我请客 你们随便你 副作员上菜 赶快赶紧吃吧 就会得好好宰你 行 来 队长 看看我给你的礼物 是不是最给力 都要受群众奖 谢谢啊 没事看我的 谢谢 仔细看特别高级 队长 你今天的表现太棒 太棒了 谢谢 好 刘逼啊 怎么办呀 我没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没事 但你得把你数学作业借我抄一下 我还没写呢 数学还有作业啊 你不知道啊 借完也要借给我抄 行 都吃了 杨阳 再过几天 是不是你就该过生日了呀 是 不过 我没那么多点花钱 请大家吃东西了 没事 大陆给你准备一个大礼包 看着吧 我们要准备更好的礼包 行了 我也不要什么大礼包了 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咱们回去下午吧 到时候裹容给骂他们 走吧 她们吃饱了 哎 还有这么多披萨呢 要不 我打包吧 不然多浪费啊 蒙陈昕啊 你也太不仗意了 至少也得分我一半 正好还少了明天的早饭呢 好吧 打包吧 打包 打包 真香 看什么呢 没什么 来 我说你 最近怎么老也会回家吃饭啊 他们天天都给我安排应酬 无聊死了 是不是那种 还有一个不认识的 士林男青年的那种应酬 你这么快就想我在这蹭吃蹭喝了 要不要给你交点伙食费啊 放心吧 我能养得起梦想 只有养得起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怎么感觉你今天那状态不太对呢 有吗 有吗 吃饭吃饭吃饭 行 多快 回来了 把东西放了 赶紧去我吃饭啊 我想吃点 能不能多给我点零花钱 同学过生日 买个礼物 要多少 一百万 墨强 同学之间送哪小礼物是可以的 但你现在还只是个小礼物 只这一次 你是要给那个杨阳买礼物是吧 这钱我不能给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你才出三 出三怎么了 出三就不许有朋友了吗 行 行 行 这样 梦想 这个钱阿姨给你啊 就当是给我们梦想提前预知一下明年的压岁钱 若南 这不是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你不是总这么惯着他 不给就算了 这什么呀 是同学过生日请客 我打包回来的披萨 你不是爱吃吗 吃吧 吃吧 六一送运动鞋 劳动鞋送手表 连五四青年节他都有饮宋 平时更是动动着抱个红包什么 你说 我怎么才能说服若南 别老给梦想花钱呀 飞子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员工福利 这不会是你顺的吧 哪网管也送这个呀 喜欢马鞋 我下次没那么想留着送你baby船吧 朋友在这儿心愈烦恼 你们两个能不能投入一门 你说我都能理解啊 若南上回突然说想吃什么鹅肝 拽着咱们就走 我也被叫AA制 那叫一个新的 结果去后他早把单给买了 以前总觉得吧 谈对象要是悬殊太大 不行 现在想 朋友之间要是经济差太多 野外的方法 你们有这个想法就是混蛋 若南只是真心诚意地想对咱们好 这个我知道 可是从上大学那会儿开始 他就处处撞 欠了这么一波 以后拿什么反应 你别想回报 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你到这一段造纸干嘛呢 找工作呗 房子的贷款 梦想的学费 我爸妈那边 每个月我也要支援一点吧 对 万一梦想中考没考好的话 这赞助费也是一笔钱吧 我想到这些我和你的这边上的工作 我全都给做了没有 嗯 你发投信就干嘛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这是我认识的人愿意提供的面试机会 都是不错的公司哦 你就是我的生 那当然 哎 你不出去啊 嗯 我现在面子还没有大到 让人家直接录取你的份上 所以 你得一家一家自己去面试哦 非常类似 放心 您好 欢迎 您好 欢迎 你过一下您是不是的 谢谢 谢谢 加班不行 我可以给孩子做完饭我再回来 嗯 不过 最好也没太晚 你先回去 等我们通知 没法经常出差 一个月可以去一次 不过最好也得超过两天 这实在是关不上每个月的花销 您看 我也算是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 您 做不做有你 外面还排着队呢 不好意思 我跟梦想都挺好的 我爸身体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我工作没问题 前两天还发奖金了呢 行 过两天我带梦想回去看你们 啊 好 梦想 你来啦 想了很久 都不知道该送你什么礼物 之前你说过 这个小婷子事业很好 可是 邻居做了你的老奶奶 想成和梁都上不来 所以 我就做了这个 你怎么会弄这个呀 小时候跟我妈学的 我姥爷她 腿脚也不好 哦 谢谢你 我真喜欢这个礼物 雷雷 生日快乐 谢谢 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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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千十年 有一千万一的时候 是一千万一这一千万一 就你就习惯了 我说你怎么会变成 我今年也认为 学校的学校 你会变成 我先去打赏 美国教授 我去打赏 习惯了 你帮我去打赏 护子 你别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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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打赏 你帮你去打赏 都没发生什么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够辛苦的 是啊 这经常忙着 也错过了和李宗盛聊的机会 好好好 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李哥 你知道 我是绝对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事情的 可是 如果你今天能够把这份合同给签了 我就能休息两天了 签 马上就签 谢谢李哥 我相信我们两家的合作 一定能够非常快乐 那是 我是真喜欢你 特别喜欢跟你相同 明天我上山去泡文犬 这么着 喝我一块去 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这段时间的工作真的特别特别忙 前两天啊 我一件一个特别巧的事情 我呀 去做SPA 和一个贵妇姐姐一见如故 聊得也特别好 后来我们俩就去吃饭 她就给我谈谈她老公 听着听着我就觉得特别熟悉 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原来那个贵妇姐姐啊 是嫂子 您看 这是我朋友啊 从上海回来 刚好给我带了一些化妆品 然后我自个儿用就觉得 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就想着要送给嫂子 这不刚好今天和您签约吗 嫂子就说让您直接给带回去 这不我给您带过来了 不用 今天我好像真有点事 我得先走吧 那 好 谢谢 那回头我请您和嫂子一起吃饭 好好好 好 再见 我送你 我送你 好 上车 上车 乱有点用车 更好 车 我的练李 一个 begins 私 不是 没有 athik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肮脏的男人 斗智斗远 累不累 你不是男人 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按理说呢 我应该回答你 很累 但是 放眼过去 即像随便拉一个人 都觉得挺累 所以 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我前女友也是个事业型的女人 每天有做不完的项目 喝不完的酒去 后来 她跟一个大老板跑了 也许这样后半生就不会那么累了 不是每一个这种事业的女人 都会有同样的选择 你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看得出来吗 你从哪看出来的 我们好像才刚认识几个小时了 当初她在这儿花花师姐周旋的时候 她真的很享受这浮花所带来的虚荣的满足感 她很累 但是她乐在其中 可是你 你的眼神告诉我你不快乐 只有我能看得出来 她们在这儿花花 她们在这儿花花 喂 你好 我是莫书夏 您是哪个公司啊 谁 谁 又帮我吃了呢 还不太饿呢 才怪呢 你看 我已经打了好多热乎乎的点心 这个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 鱼打滚 尝尝 我记得你十岁才去的美国 之前没吃过 这个谁记得啊 我脑子这么不灵光 我只记得 认识沈哥哥以后的事情 是吗 Aunty的岳杨电话 怎么不接啊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 我家人很好 我非常喜欢 之前一直让你跟他开恋爱 你不肯 好啊 我尊重你的意见 不勉强 如今 我给你安排合适的对象见面 你又天天让他跟着 即便是这样 那些畜生名闻望族的女孩 还是说愿意跟你继续交往 可你却都拒绝了 为什么 我能看出来 他们对家人的存在有界定 我要找的是 审视集团的总裁夫人 如果连容下小影子的气路 和修养都没有 就没有再进一步接触的必要 好 你这个标准我不反对 但是请你不要第一次见面 就带着你的试经试 你要多观察一下对方的优点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我会跟佳颖的双亲谈谈 让你们两个订婚算了 我说过多少遍了 佳颖她只是我的妹妹 好了 别再说了 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这件事情真的很抱歉 回去以后我一定跟孟小 好好聊聊 对不起 他们这个时候 本来就是很敏感的时期 你家是儿子 你当然不会上心了 我也很关心的 我在家里也经常跟他聊 跟我那个孩子吧 平时就不太爱讲话 二位的心情 我特别能够理解 我保证 回去以后 我一定努力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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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怎么管教你孩子的 你 你们吃什么 借我一下啊 你今天得跟我说清楚了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坐那边吧 那天晚上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 瑶瑶她爸回来之后 我们两个一宿都没合眼 对不起 不会吧 又是这种事 什么 孟小姐 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说吧 你好 请把二位需要点什么 芒果汁 巧克力慕斯蛋糕 沈先生呢 跟他一样就行 好的 二位请着等 好 想不到你也这么喜欢吃甜食啊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再一次向你们二位道歉 不过你们放心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那天晚上的事了 不仅仅是那天晚上的事 我明白 我明白 该说的我都说了 孟小姐 将心比心 请你一定替我们这个家想想 替我的孩子想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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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放心 服务员 买单吧 好的 您好 您一共消费85元 小姐 小姐 不好意思 我出门的时候 着急忘带钱包了 你看 我能不能明天把钱给你送过来 对不起 我们不设这样的 要不这样 我这有 有几十块 然后家长把这个表一起压给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行 对不起 我因为不明天要令 Counsel书 还可以 妻子 某子 我们要是维 neo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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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见过我 我也没见过你 那你找我有事吗